又抛3亿美元?美国要与中国打对台? 美国在国际上可是出了名的抠门,就连联合国的会费都蒙欠费不交,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总是铁公鸡一般,得到美国的免费援助可不容易。 不过,据环球网8月5日援引英国路透社消息报道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承诺要给东协国家提供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。 此前,美国已经表示要投入1.13亿美元为东协国家进行技术、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建设,而这一次,高达3亿美元的援助则用于军事安全方面。 美国突然给东协数亿美元的援助,这可不是做善事,而是怀有挖墙脚的目的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美国人从来不会不计报酬的给予援助,美国的援助都是具有非常强的目的性的。 此前,中国和东协救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一致意见,这对于双方关系而言可谓是历史性的突破。 随住中国和东协救南海问题意见方面日趋一致,南海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几率大增,同时,美国将失去介入南海问题抓手,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也成为了现实。 在这种关头,美国人肯定要对东协拉拢一番,尽力垂死挣扎避免东协和中国的走进。 美国原本的南海政策意图是拉拢东协国家,以虚假的利益为诱而促使这些国家战道和中国对抗的一方,把这些小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对付中国,以达到在中国周边点火,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。 但是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,中国将和东协越走越近,南海问题可能会和平解决。 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,那么即代表着美国南海政策的彻底失败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南海问题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抓手,也是美国亚太政策不可剥离的一环。 一旦东协国家按目前趋势与华合作,那么美国就会在南海遭受最大的失败,很有可能也是亚太政策全面崩溃的前奏。 因此,美国人坐不住了。 美国介入地区的方式最主要的无非军事手段,然而要促使东协国家导向美国怀抱,靠军舰吓人是不行的。 送援助当然是个好办法啊,在经济建设上给援助,算是给点甜头表明跟我走有肉吃。 而在军事建设方面给钱,就是跟我走我给你刀你谁都不用怕。 看似单纯的援助背后,是美国砸过来的一软鱼硬两颗糖衣炮弹。 广告,请继继继续往下阅读。 不过,如果东协国家足够理智,他们就应该明白,最好别吃下这两颗糖衣炮弹。 美国号称的回归亚太,根本就是军事上一条腿插进来,在经济上美国的影响力在这里和中国没法比。 即使一咬牙拿出1.13亿美元经济援助,和中国每年对东协国家造成的数以百亿计的经济收益有可比性吗? 至于军事上,无论给多少钱,中国军力不是这些小国可以比的。 即使美国人不远望里来中国家门口动手胜算也要大打折扣,东协国家和中国和平相处才是王道,挑衅是没有好下场的。 现在,东协国家已经逐渐看透了美国的把戏,契案投名选择和中国进行合作。 美国过去玩弄的把戏作用已经不大了。 南海问题上,中国占据了优势,美国在想打糖衣炮弹来挖墙角成功可能不大, 只要这些东协国家擦亮眼睛,不要为美国的花言巧语再次蒙骗,他们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一旦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垂死挣扎归于失败,那就是南海问题成功化解之时, 那也是美国南海政策遏制中国彻底失败的时候,也有可能是美国亚派政策乃至全球政策失败的开始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